香港網絡廣播劇團呈現 時光機 不好意思 喔 沒關係 不行啦 現在已經金鐘了 別吹啦 請小心臉 這邊啊 車外面啊 有人喊我? 啊 是張家瑜 麻煩姐姐 麻煩 我最終都追不到她 還記得小學那時的張家瑜是學校的萬人迷 還被同學叫她做斑花 想不到十一年前的公主和王子 到了今天都可以相遇 原來童話故事在現實裡都會發生 實在令人難以諮詢 情日希 今屆戲劇表演王子的角色就由你做啦 蛤? 喔 情日希你就好啦 可以跟斑花一起演雪糕出油 什麼好啊 每天放學都要留在課室排戲 不能看卡通片 有得跟一位這麼漂亮的公主上台表演 而且還可以疼疼她 看笑幾天卡通都無所謂 我就寧願看卡通片啦 可能是我比較遲熟啦 只有十歲的我 竟然覺得這麼漂亮的女生 和普通人沒有分別 雖然你可以做王子 但是 又有誰會想到 王子這個角色 是悲劇的開始 王子 你快點交回公主啦 她吃了毛婆給她的蘋果就暈了 公主 你快點醒啦 我是王子 公主 你快點醒啦 我希望接下來的日子 都可以跟你一起過 公主 公主醒啦 好耶 公主醒啦 王子 多謝你呀 自此之後 王子和公主就很快樂地生活下去了 做得很好啊 同學仔 借完我是不是要回去後台呀 當然啦 我們快點走吧 太認真 我最最最最最最最討厭就是你了 程日希 你沒事吧 那個張家瑜還是張家希 你為什麼會無端端打你呢 張家瑜 張家希 一個公主 一個母婆 雖然是媽生姊妹 但是 就同樣不同命 自此之後 這對姊妹就避開我 小學畢業之後 我們都去了不同的中學學書 十一年後的今天 我和張家瑜在金鐘地鐵站的相遇 是第一次 我和她們的子彈簽 噢 沒關係 行啦 現在已經金鐘了 別吹啦 咦 剛才不是已經過了金鐘了嗎 為什麼下一站還是金鐘呢 站在門邊那個女孩 是張家瑜 不是有這麼巧吧 啊 不好意思 啊 你的小小子 小心點啊 張家瑜 情日禧? 我其實... 啊 這麼多人 那都被你看到我 你吃了飯了嗎? 不如一起吧 兩杯凍摩卡 請慢用 謝謝 嘩 這間咖啡店很有情調 你看看 周圍都是一對一對的 我們是不是來錯地方 嗯...這樣的氣氛聊聊天 和朋友聚一下舊 都不錯啊 嗯... 嘩 你看得好像沒有變過 你也是啊 每人都沒有變過 你小時候是怎樣 我都還好記得啊 跟他小時候一樣 都是這麼美 這麼有光彩 不過我總是覺得 在去無瑕的念上 多了陳人做的化妝 似乎有點多餘 你姐姐好嗎? 嗯...她...她...她OK啊? 我還好記得啊 那次...她好兇地走過來 刮你? 算了吧 過了這麼多年 你不是更介意嗎? 做男人不可以這麼小器的啊 沒有 我沒有介意啊 但是...至少讓我知道 在這裡無端端被人打的原因啊 或者過了一陣子你就會知道呢 啊...那套雪姑七友真的很難忘啊 說真的啊 我從來都不是那些演戲很厲害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這麼幸運被老師選中的 嗯...我不是一樣不懂演戲嗎? 說真的啊 要面對整大班觀眾 都真的很害怕啊 怎麼會啊 突然間 我覺得她就好像一朵 失去了太陽的向日葵 雖然 跟以前那朵 盛放的向日葵一樣 這塊很漂亮 但是 就沒有了昔日的光彩 你現在生活很忙嗎? 不是啊 近來才辭職 今天就是最後一天 為什麼這樣問啊? 問我很殘嗎? 哦...不是 我們這麼久沒見 不如 交換電話 Keep contact 好啊 你給我一個電話 嗯...搞定 啊...你說呢 現在的科技真是方便 隨便按一下鍵 就可以打個電話 又或者 傳個SMS 出來和人溝通 你說這些科技 究竟是拉近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啊 還是拉遠了? 我想 如果現在沒有手機的話 在香港那裡 都很難生存到啊 那又是 但是 我又覺得 明明因為掛著一個人 才想打電話給他 最後 只是變成了文字和文字之間的交流 那就是 一些感情的交流都沒有了 不過 如果不可以跟其他人傳 SMS的話 我想 大家都會很寂寞 至少我是啊 雖然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突然講起科技和人際關係的關聯 但是 如果真的突然間失去眼前的東西 我會不會有什麼遺憾呢 如果沒有傳短信 我是不是都會覺得寂寞 啊 對了 給點東西看看 你和你姐姐的相 嗯 左邊那個是你 是啊 醒目啊 當然啦 嗯 雖然小時候和你們不太熟 但是 今天真是聊得很開心啊 小時候 女孩子是說Barbie 男孩子是說超人 怎麼聊都聊不完 現在長大了 自然找話題都容易些 最少不會只說Barbie和超人 咦? 原來我們聊到十二點多了 不如買單走了 好啊 那下次再聊 咦? 你的錶很漂亮啊 新買的 可不可以看看 兩杯到Mokka 請慢用 謝謝 咦? 為什麼現在才在一間COVID SHOP 我和家瑜 不是都吃完飯了嗎 剛才在地鐵是這樣的 現在家瑜按了我的錶就有事 搞到時間回頭 難道關我的錶事 先試一下 現在按停錶又沒有事發生 那麼奇怪啊 會不會是我這陣子工作太累才是這樣的 有SMS 我回到了 嗯 你做什麼啊 沒有啊 在查電郵 還有 跟你SMS 你呢 都係同你SMS緊咯 是啦 你有沒有看過一出西片 叫做 You got a mail 啊 入面男女主角 都是好似我們現在這樣 互聲SMS的 傻瓜 傻瓜 不要以為我沒有看過先得假 他們是send email 不是SMS啊 就這樣 我們SMS了整晚 小時候 連朋友都稱不上的我們 這麼多年沒見 現在竟然可以愚獲自保 我知道 是因為我們之間 都有著連接對方的回憶 之後那個一個月 我們都沒有約出來見面 但是仍然維持著不間斷的SMS 或者 我們都在想究竟科技是拉近人的距離 還是 將他們分得更遠 或者 我們都在問答案 嘩 電腦中毒 輕成這樣 阿希 你拼了公司 份聚餐出席名單沒有 現在的機器輕了 想拼也拼不到 未拼 不是吧 這麼嚴重 咦 如果 我試試用這個指標 嘩 電腦中毒 輕成這樣 阿希 你拼了公司 份聚餐出席名單沒有 放心 一早已經訂好了 嘩 這隻標識時光倒立 這麼神奇 幸好有隻標 讓我還可以在電腦中毒前編好名單 再試試看 咦 沒有反應 似乎 這隻標只可以一天弄一次 兄弟 聽說他們公司人事部 有個女孩很貴 好像叫做張家宇 是呀 張家宇 是我認識那個 是啊 如果她是我女朋友 就好了 發夢留今晚啦 公司的聚餐都只顧著認識女孩 看到出席人事的名單 我相信這個是我認識那個張家宇 但是之前 她還約我明晚10點在崇光百貨門口等 看來 她 好像不知道我會出席這個聚會 哈哈哈哈 是嗎 看來 你今晚真的有秘訣 大哥 你們三人走一走 糟了 阿希 你被他們帶壞了 唉 咦 他們好像正在來 阿希 加油 你好 我叫張家宇 這張是我的卡片 多多指教 你好 這張是我的卡片 多多指教 程日希 咦 什麼這麼巧的 我記得小學那時候 也有個同學 是叫程日希的 我們明明是認識的 為什麼她要扮得好像不認識我那樣 好假 但是 她的樣子又不像在說謊 我真的是你小學同學 還記不記得那套話劇 雪姑七友 雪姑七友 喔 程日希 真是你嗎 真的好久沒見了 嗯 那一巴掌還痛不痛 抱歉 但是 真的沒想過會在這裡見到你 都已經很久之前的事了 嗯 真的好久了 對不起 那時候我真的無心打你 不過 我當時真的很生氣 那一巴掌 不是你姐姐張家希打的嗎 姐姐 什麼 原來你還沒知道的 其實 當年那件事是這樣的 我走近來 等多我一陣 蛤 一會兒我要問清楚你 為何要騙 明明就是張家希 為何要扮張家儀 明明挖我的那個 就是張家瑜 不是張家希 對不起 出門口之前有個電話 所以遲了 你等了很久了 不要緊 我也是剛剛到 想去哪裡 去喝杯飲料休息一下 我沒所謂 你喜歡 對了 張家瑜你姐姐好嗎 不如叫她出來一起喝吧 嗯 她現在應該沒空了 是因為她現在就站在我面前 是不是 你 你知道了 為何要騙我 為何不說真相給我知道 還是你覺得 每次見到張家希 都要叫張家瑜這個遊戲好好玩 對不起 對不起 程家瑜不要走 啊 張家瑜 Bill Bill 我按一下那個標 時光到了 沒事了 對不起 出門口之前有電話 所以遲了 你等了很久了 不要緊 阿希 你有話想說 其實 我已經知道了 你是張家希 不是張家瑜 你 對不起 我不想騙你的 算了 不要緊 早知道 和現在才知道 都是一樣 對不起阿希 我不會再騙你的了 好吧好吧 不要再說了 阿希 我待會兒有個會要開 今晚陪不到你 你先回家休息吧 回到去 我再打給你 阿希 你上車 啊 哦 拜拜啦 阿希 喂 喂 你是家瑜 為何會是你聽的 你姐姐呢 家 姐姐她 姐姐她 她撞了車 蛤 為何這樣 為何這樣 為何這樣都未過 是她 家瑜 你姐姐呢 她怎麼樣 她還在急症室裡 為何無端端又會撞車 我明明送了她上的士 最壞都是我 不應該就這樣折的士給她 為何這樣都避不過 請問我 請問有沒有張家晞的親人在這裡 我啊 姑娘 我是她的妹 我姐姐她怎麼樣 她沒事 剛剛醒了 醫生還在幫她檢查 那就好了 你們再等一等 醫生出來之後 你們就可以進去看她 謝謝你啊 姑娘 程日希 其實 姐姐送進來的時候 救護人員在她身上 找到這封信了 我想 她應該是給你的 蛤 是家晞想給我的信 打開看看 嘿 相信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我不是張家晞的事實 除了說對不起之外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好 我想 我做得最錯的 是不應該犯一個 根本不屬於我的夢 還記得 一個月之前 在地鐵站遇見你嗎 那天 我剛剛遲日職 就在我情緒最低落那一晚 竟然被我在地鐵站見到你 等了這麼多年 終於見回來 我真的很開心 可能你會認為 只是一個小學同學而已 想不想這麼誇張 其實 我從來都是個沒有自信的人 和家瑜相比 我可能 只是一夢不值 就算我多沒有自信都好 都有想做夢的時候 我想 所有女生都希望自己是公主 都希望 可以遇上白馬王子 然後 和她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只可惜 這個並不是屬於我的夢 我只是從其他人的身上 偷了少少時間 說真的 我真的很希望 在地鐵裡叫的名字 是張家希 而不是張家瑜 不過 我最後都沒有否認 如果 當初 掛了你一巴掌那個 是我 你還會不會跟我吃飯 跟我聊天 我想應該不會 我想 那 如果你真的這麼掛念家瑜的話 我真的不介意暫時扮她 告訴你 一個秘密 其實當年 在話劇表演正式演出的那天 我和家瑜 調轉了身份 我們在那裡輸到 究竟其他人 會不會發現我們的計畫 結果 只是得你 仍然將我當是真正的公主 這一次 是唯一的一次 也是我最後一次被人當是主角的注視 那幾鐘 是我最快樂的時間 自從我們相遇的那天開始 我就正式脫離了這個社會 我每天坐在家裡 看著照片 想起 很多小學的時候的往事 我一直在想 如果以前的回憶可以再重現 你說多好呢 自可惜 時間後永遠不能回頭 到了現在 我只可以跟你說聲多謝 多謝你的出現 多謝你給了我這段最快樂的時間 如果你問我 相不相信 在這個城市裡面還有童話故事 我一定會答你 我相信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面有童話故事 也都相信 王子和公主最後會得到幸福 只可惜 那個公主 並為我 祝你永遠快樂 張家希 阿希 阿希 你來了 阿希 對不起 我騙了你 算了 始終都是我認不到你 還盲目地怪你 謝謝你 不要再說了 除了謝謝和對不起這兩句話 還懂不懂其他 我整晚都只聽到你說這兩句 其實 說對不起的應該是我才對 如果不是我自駕的士給你 你就不會撞車 那你就不用來醫院 那就 傻瓜 誰可以猜到上那輛的士要撞車才行 別這麼說了 根本就沒有關你的事 你看看你 憑袍到 不如回去休息先 我沒事的了 家希會照顧我的了 那 好吧 你有什麼事就打給我 對了 只要用這錶 家希就可以沒事了 但是 唉 唉 今天已經弄了一次 沒得再用聽 阿妹 姐姐 好一點了嗎 醫生說你可以出院了 我來接你回家 好吧好吧 你出去等一等 姐姐 其實 為什麼你不告訴她 有這個病 我覺得她應該要知道 你不明白的 我 我不想她覺得我很慘 我不想她可憐我 姐姐 嗯 既然是這樣的 你喜歡就行了 那我先出去 你OK的就叫我 嗯 嗯 其實 下個星期不如再找東西出來吧 反正今天個晚飯都禍了 嗯 嗯 不要了 我忙啊 下個星期忙啊 那再下個星期啦 日子地點你選了 嗯 我再下個星期都很忙啊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出去啊 不想再見到我 哦 你不是說喜歡家瑜的嗎 那我都不是她了 你不要再纏著我啦 家瑜 我喜歡家瑜和和你出去吃飯 根本是兩回事 不可以相提並論的 總之 我真的很忙啊 我很沒空 你以後不要再找我了好不好 我只是想和這個月來一直跟我SMS的人說 這種科技會拉近人的距離 就好像我和你這樣啊 情日禧 不要再給我希望了好不好 如果我說王子是不會騙公主的 你會不會相信 我 我相信你 自從那次之後 我們固定維持著每個星期都有洋會 旺角街邊小食 有一城咖啡室 維園 筆角海浦 山頂夜景 灣仔 蘭桂坊 迪士尼裡面的水公主城部 都有住我們的足跡 每天的短信 令我幾乎要失去理性 變得只是懂得對著手機不斷按 但是 我和家瑜 一直都沒有跨越友情這一步 其實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是我沒有勇氣去對她 承認我真正喜歡那個不是家瑜 但是 我覺得 最大的障礙似乎是家瑜不想接受我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我感覺到她對我也是有感覺的 但是為什麼 她還是不肯接受我 是我不夠主動 還是我感覺錯誤 曾經有好幾次 我很想抱她 但是最後我都沒有這麼做 因為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她會因為這樣而遠離我 我 第十次約會 是香港濟水堂 你記得嗎 這裡是我們小五時旅行的地方 嗯 記得 那時候我們整班在這裡玩水 玩得全身都濕透 還被老師罵 嗯 那時候你真的很傻 是啊 希啊 我們去旁邊坐 好啊 阿希啊 可不可以借你的手機來 我想看一些東西 哦 好啊 嘍 哎呀 掉下水了 對不起啊 還是我不好 摺不穩 我賠給你 不要緊 下次你陪我買回來就行了 對不起阿希 我真的不敢跟你說 我是故意整理你的手機 因為 因為我不想走了之後 還讓你抱著什麼回憶 令你受到傷害 我知道 你最後一定會明白我 希對我越來越冷淡 無論我對她有多好 她都總是不理我的邪 今天 我很難得先說服她一起看電影 站在電影門口 我足足等了整個小時 這麼久都還沒到 整個小時了 情日希 家希 你到了 咦? 你面色這麼蒼白 要不要回家休息 不用了 我們去看電影吧 不是啦 你看你越來越虛弱 不如送你去醫院吧 不用了 我不去醫院了 我們去看電影吧 那… 不如這樣吧 我背你吧 不要啦 這裡有這麼多人 不用理人怎麼想的 再不走快點 電影就要開場了 嗯 看完電影還想做什麼 我想我要回家了 今晚是星期五 不用這麼早睡 不如去吃宵夜 再看夜景吧 嗯 我是不是很重啊 如果你辛苦的 可以先放回我來 一點都不重 放心吧 家希啊 你說 我們可不可以每年都一起過情人節 希啊 明天是周末 我們去哪裡好啊 她 回避了我 為什麼 為什麼她還不肯接受我 呵呵 家希啊 你有沒有聽過 愛對了人 情人節每天都過 這個歌詞啊 呵呵 傻瓜 這首是分手快樂來的 哈哈 希啊 你知不知道 你有一個很有安全感的肩膀啊 真的 那我送給你好不好 你是不是喜歡家瑜啊 你說張家瑜 聽說她姐姐也挺好的 我想 我會喜歡她姐姐多一點 對了 你會不會去家姐姐啊 我想回小學看看 好啊 我明早 我們就回去 我還想去Times Square拍照啊 No problem 我不想走啊 我很想 很想 很想 情日希永遠陪著張家希 傻瓜 情日希一定會永遠 永遠 永遠都陪著張家希在身邊的 家希 家希 張家希 張家希 你醒啊 張家希 我愛你啊 張家希 錶 只要用錶 家希還可以 像是 陳家希 不需要再按了錶 現在時光倒流的力量已經消失了 有些事情是注定 永遠都不可以改變 你是 我是死神 扶責帶走死的人 張家希注定要在這個時候離開 你就讓她離開吧 注定了的事 強求是不會有結果的 家晞 家晞 为何你这样就离开我 我爱你 我爱你 从来都未在我口中出现的三个字 突然间 我很想将这三个字讲出口 讲给那个永远当是公主王子听 可惜 我现在已经讲不懂 因为我的病 我从来都不允许自己我任何人 也都不允许任何人爱我 因为自己的爱 到了最后会是伤人的武器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更加不愿意伤害一个自己心爱的人 对不起 程仁熙 我是不是伤害了你 我以为十一年前的说夫七友 永远都只是一个回忆 一个不会翻转后的回忆 我以为这段回忆 永远都会在我掌握之内 不会越界 但是地铁站的相遇 令我的以为超出了界线 由你第一声叫我张家瑜 我深信 张家瑜在你心目中 是美好 她永远都会在你心目中的公主 我觉得很妒忌 同时也都很矛盾 我不想让你剩下很少时间的张家瑜 伤害你 扮了做张家瑜 去跟你相处 我好开心 但是我漸漸发觉 认为你将对张家瑜的感情 投放在我身上 你和我之间的短讯 回忆 统统都没有了 那我就可以将你的伤害 选到最低 同时我也都可以 存起这些回忆 在香港仔水桶那次 我真的这样想了 所以 对不起 令到你没了电话 我是不是很傻 为了保护你 多傻 多不合逻辑的事 我都会去做 因为 情日禧 我都很爱你 这个城市里面 真的有童话故事存在吗 谁都以为自己是王子公主 故事会由 Once Upon a Time开始 由Live Happily Ever After结束 真的会吗 如果真的会 那为什么公主最后都要离开王子 直到现在 我仍然不相信会有童话 不相信 有天方地老的爱情 一个人在世界里面 只是多少十亿分之一 如果每个人都将他们经历过的事写下 那么我爱过的片段 大概只有几亿万页子之中的一个小章节 或者 在这个小章节里面 我和嘉熙都等待着一个奇迹 一个能令人一些微妙变化 一个能令我相信童话 一个能令我相信有天方地老的爱情的奇迹 城市人都缺乏爱 忙碌的生活令人断不到气 但是 爱能够融化心中的冰块 能够令人走得更近 能够令人永远都不分开 爱能够产生奇迹 直到今天 奇迹没有出现 它始终都离我而去 它没有令我相信童话的存在 但是 在我和他那一个没有童话 没有奇迹的小章节里面 我想加插一句能够产生奇迹的说话 张家熙 我永远都那么爱你 还未曾听过你说这三个字